如果你是40岁以上女性 从今天开始练三周以后 做这些动作 你就会收获一双美腿 包括你的大腿前侧后侧 外侧内侧都会精致起来 哪一组动作呢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三分钟的美腿动作 只需要三个动作 每个动作做一分钟 第一个动作就是曲腿的动作 现在就来跟我一起做 你就躺在床上 其实就可以做 我现在躺在地上 然后这个时候可以把腿伸直 不用担心 如果你稍微有些弯曲 也是可以的 现在先把脚尖勾起来 推伸直 然后大腿跟地面冲着90度角 然后这个时候慢慢在膝盖弯曲 脚尖还是勾着的 然后感觉你的脚后跟在踢你的屁股 然后在这时候慢慢再抬起来 然后把脚尖绷直 再做这个动作 大腿始终与地面是垂直的 只是收你的小腿 然后这个动作 再勾起脚尖慢慢来做 不要着急 挺你的屁股 这个就会锻炼到大腿前侧后侧 包括小腿的前侧后侧也都会锻炼到 再公直 慢慢来做 不要着急 断练腿的前侧后侧的肌肉的一个拉伸伸展 包括让你的腿型变得更好看 有些人就是抱怨这个大腿前侧突出 慢慢来做这个动作 你可以用的时间非常简单 把你加进到你的这个每天的训练当中去 鼓脚尖 左脚尖 耿脚尖 吸吹吸 好的 这就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刚才咱们练了这个大腿前侧后侧 现在咱们要关键是要练臀部 包括这个腰腹 包括这个对这个臀腿 肚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是什么呢 就是臀条的一个动作 然后把臀部顶起来 这时候感受臀部紧张 身体成一条直线 这个时候这个小腿跟地面是垂直的 这时候慢慢是臀条 然后抬一条腿 然后再抬这一条腿 慢慢地做这个动作 这时候会让整个这个臀腿 包括这个你的翘臀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光是练腿是不够的 还是要练臀 咱们一步一步地来做 手可以放在身体两侧 一下下来抬 不要着急 慢慢地来 身体还是一条直线 这时候感受臀部的一个发力 比如张 这个对于锻炼这个大腿 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 当然如果你抬不起来臀 你也可以在这臀小 就在这带着也可以 很多人想怎样有更好的臀部曲线 包括臀和腰的地方 这是锻炼最好的动作 慢慢来做 注意呼吸 我现在已经开始出汗了 注意身体还是要挺起来 不要塌下去 我真的很累 好了第三个动作 已经开始出汗了 就是分和腿 怎么做呢 还是躺在床上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大腿跟小腿成90度角 大腿跟地面是垂直的 这个时候脚尖 可以就是绷起来 是吧 然后慢慢的去打开 你的双腿分开 然后到最大程度之后 慢慢再合并 你的膝盖始终成90度角 这个时候咱们就锻炼到 大腿的内侧和外侧 慢慢再来做这个动作 分开到最大程度 用这个臀部加紧 感受臀部肌肉在发力 慢慢来做 不要着急 到最大程度 然后再回来 动作要慢 打开到最大程度 不能再打开了 再回来 始终成90度角 不要做到这个程度 不要大腿打到这个程度 而是要始终成90度 要垂直 大腿与地面垂直 再收回来 非常好 慢慢来做 小腿始终以地面平行 小腿不要这样 也不要这样 地面平行 打开 最大 慢慢回来 到最下面 打开到最大程度的时候 感受臀部 收紧 加紧 对于转的那个大腿 内侧外侧是非常好 所以今天咱们就全都练到了 整个的腿 前侧后侧 内侧外侧 包括这个臀腿 包括这个腰腹 塑形臀部 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三分钟的一个臀腿的一个训练 包括锻炼你的美腿 然后把这个动作加入到你的日常训练当中去 三周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腿形变特好看 然后你整个这个大腿小腿 包括内侧外侧前侧后侧都会有一个塑形的效果 好吧 所以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三分钟的动作 没有任何借口 在你睡觉之前 在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在床上你就可以做了 看着电视你就可以做了 如果你刚才喜欢我这个三分钟的动作的话 如果你是40岁以上女性想实现在这个冬天来的之前别人掌标 你就会受下来 彻底的蜕变 在这个两个月之内 十周之内就可以受下来的话 那么不要错过了 我马上就要开始了一个七天的一个讲座 我就会把我过去健身14年总结下来这套秘籍传授给你 你学会了之后 你也可以实现自己的彻底蜕变 现在就可以接受报名 在视频下面留下 秋日蜕变四个字 关注我的团队信息就可以了 因为很多人上次想家都没有加入到这个培训当中去 所以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了 做定名额 因为名额是有限的 你就可以学会我过去帮助2500多名40岁以上女性 彻底蜕变 用的这个方法 其实你离好身材非常非常静的 在冬天的时候 你就可以瘦下来 穿上你再优重的衣服 身材也是会特别特别好 没有问题 其实非常简单 那咱们就在培训里见了